1,好,我们来看到26页的说说看这一题 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动画课解 大家先来看一下 由顶点画出和底边垂直的线段 这就是三角形底边上的高 我们来看,画上去之后,踩在底边上的高 所以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层高 三角形的面积就会变成底层高再除以2 好,由这个动画里面呢,我们看得很清楚哦 在平行四边形的底上画出一个高 我们可以算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是底层高 然后这个是由两个相同的三角形形成的 所以我们把它除以2之后就变成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好,有没有问题? 没有 好,没有问题 好,那我们来找找看哦 说说看 拼层平行四边形 它的底边和高分别是原来三角形的哪里呢? 是不是原来三角形的底 跟原来三角形的高呢?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? 对 对,好 所以由顶点画出和底边垂直的线段 这个线段就叫做三角形上的高 这个线段就叫做三角形上的高 太坏了 一本本来的线段是最笔的线段 太坏了